人工智能发展速度很快 Auto GPT发布了最新的消息 不再使用原先的Master 改为使用最新的Stable稳定版本 因为之前的Master版本 可能经常发生错误的状态 在最新的版本中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 安装方法也进行了更新 在这期节目中 我们就采用稳定版本 重新安装Auto GPT 根据官方文档提示 最新版本建议通过Docker来运行 先检查一下系统配置要求 我们是安装在Windows电脑上 需要Windows 10或者是Windows 11专业版 或是企业版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Windows自带的 Hyper-V虚拟环境 在家庭版中没有这个功能 右键点击开始菜单 打开任务管理器 在CPU这里确认虚拟化已启用 现在正常情况下 电脑一般都是默认开启虚拟化 继续打开开始菜单 里面输入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 在这里勾选Hyper-V 点击确定 需要把电脑重启一次 系统配置条件满足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需要做的准备工作 第一 安装Gate便由我们拉取 AutoGPT资源库 第二安装Python 这里特别注意一下 使用的Python版本 最晚不能超过3.10.10 如果再往后的版本 就不支持了 另外 我们电脑里还安装了 其他的AI应用 比如说Stable Diffusion 那最晚的也是支持到3.10.10 如果3.10.11 就有可能产生问题 第三 安装Docker 第四 进入OpenAI的账号 获取一个API的密钥 除此以外 还有两个选装的功能 一个是Eleven Labs 这个可以跟AutoGPT进行对话 但是目前只支持英文 另外一个是Versus Code 这个可以方便 我们进行代码编辑 和后期调试 现在我们开始安装这些工具 到GIT官网 下载安装包 安装GIT的时候 直接按照系统默认 一直下一步到最后完成 安装结束以后 打开命令提示符 或者PowerShell 在里面输入这行命令 检查一下是否成功安装 这里显示版本号 就说明可以了 第二步 安装Python 最下面这里 勾选 添加到环境变量 选择上面这个选项 安装到系统默认的位置 同样也检查一下 Python 有没有成功 接下来安装Docker 到官网 直接下载 Windows版本 这个不要勾选 因为我们刚才系统设置 使用Hyper-V 安装完成以后 再重启一下 这里点击接受 新安装Docker桌面系统 会让我们做一些设置 直接跳过 这边看到这个Docker图标 上面显示 这个引擎正在运行 这个是绿色的 就说明运行正常 再打开终端窗口 说明Docker安装也成功了 最后 我们去OpenAI这里 新建一个API密钥 把这个密钥保存下来 到这里 我们准备工作 已经全部完成了 接下来 开始正式安装 AutoGPT 安装AutoGPT 以官方为文档为准 但是 需要做一些小的修改 根据GitHub上的错误响应 拉取镜像的时候 需要添加标签 同时 Yaml文件 也要做相应的调整 总结下来 分五个步骤 第一 拉取镜像 第二 把存储库克隆到本地电脑 第三 新建一个Yaml文件 等一下用Docker来运行 第四 修改配置文件 把OpenAI的API密钥添加进去 最后 运行AutoGPT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已经有GPT4.0的API 就可以使用这条命令 或者使用这条命令 一直持续运行模式 如果是免费账号 只能使用GPT3.5的话 那就需要使用这条命令 一定不可以使用 持续运行的命令 因为免费账户是有限制的 每分钟只能调用三次API 调用次数过多的话 可能会让应用程序崩溃 接下来进入安装 打开终端 输入这条命令 拉取镜像 接下来 在电脑里面 选取一个文件夹 复制文件夹地址 等一下AutoGPT 就安装在这个文件夹里 现在进入到这个文件夹 使用这条命令 克隆存储库 可以看到 这里新建了一个AutoGPT的文件夹 把它打开 这个文件复制一份副本 然后这份副本文件 把它文件名修改一下 改成这个文件名 用记事本打开 在这里输入OpenAI的API密钥 保存文件 还是在这个文件夹 打开DockerCompost YAML文件 把这里的内容删除掉 复制我们修改以后的YAML文件 保存 进入AutoGPT这个文件夹 把这个地址复制下来 进入终端 根据自己对应OpenAI的GPT版本 选择相应的执行命令 免费账号使用3.5 就用这条命令 这里有个错误提示 我们在运行的时候 一定要把Docker桌面系统要打开 现在是在3.5的模式下面 开始运行了 找一篇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 做出总结 输出为Text文档格式 完成以后关闭 顺利完成 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下次再见